问得立拼重要法案三毒过关 昨天在立法院在会期的这最后一天挑灯夜战 并且在深夜通过了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祭出无期徒刑和千万罚金 这一波毒淀粉涉案的业者 未来都将适用相关的重罚 另外也三毒通过了会计法99条之一的修正案 让明代特别废极学术界已不实发票 和销的业者都能除罪化 至于外界关注的证所税修法 因为朝野协商未成 最后也没有顺利三毒 三十一号立法院会期最后一天 挑灯夜战到凌晨十二点 让食官法修正案等重要法案三毒过关 请进入讲将一话也亲自到立法院致谢 毒淀粉事件让食官法修正案大翻修 朝野加快速度三十号出审通过 三十一号就三毒 祭出无期徒刑和千万罚金 若在食品添加违法原料最高法一千五百万 若致人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两千万罚金 并通过王老师条款 传授者可依照教唆犯来侦办 而现今涉案的业者 未来都将可适用相关重罚 至于攸关明代特别费除罪化的 会计法九十九条之一修正案 被称为严禁标条款 也意外在深夜转关 不只设有回溯条款 还扩大特别费除罪范围 让学界已不时发飙和销起诉的教授 像是台大医生克文哲也能一并处罪 我想这个都是等于一种历史工业 比较完整的处理 严新标委员是不是就可以获释了 要看看怎么解释 此外也修法通过酒驾新标准 及加重酒驾刑则 只要酒册达零点二五毫克 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酒驾造陶志人与死 最重可关十年 致重伤者七年 法务部一号表示 全国检察长会议出不共识 酒驾三犯者需要发奸 不得一颗法经 而外界关注的证所税修法 最后因为朝野协商未成 并未能顺利三读 八卦年金改革 核四公投案 裁划法公债法 反媒体垄断法等重要法案 也都将留待六月下旬的临时会再处理 记者综合报道